在中国,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老舍的大名,他在小说和戏剧中塑造了人物形象,深受百姓的喜爱,被誉为中国的平民作家。 1918年,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远赴重洋,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经过五年的选择,他走上了文学道路。当时老舍已是近三十的大龄青年,却仍然孤身一人。 所以他那些好同学,像白地周啊,罗昌培啊他们,都说你要是再不解决自己的这个婚姻问题,将来你的脾气一定是特别古怪。 他说我们以后就不理你了。 那时候,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叫胡杰青的在校生读了老舍的作品,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 恰巧那天老舍来师大演讲,在朋友的安排下,二十四岁的胡杰青与老舍初次见面。 胡杰青原以为老舍是一个涉事很深的文坛老手,见面后才发现他不过是一位文弱书生。 而老舍则觉得胡杰青像是眉嘴的闷葫芦,彼此感觉平平。 可是靠着朋友的牵线搭桥,他们渐渐有了感觉,不久竟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 1931年的春天是老舍和胡杰青最甜蜜的日子,公园里留下他们一览细语的身影。 不久,老舍返回正在任教的山东齐鲁大学,开始了他们每天一封的缠绵的情书写作。 有的时候胡杰青还念书,忙了以后,有的时候回信回迟了一点。 比如说今天接到信,就应该今天晚上回信,结果没回信,老舍马上来信。 说你没有时间,你给我写一个字都行。 四月初的一天,老舍寄给胡杰青一张全身照片,并提上杰青艾存四个字,署名舍鱼。 不久,他便专程回到北平,与胡杰青举行订婚仪式。 这下可喜欢了亲朋好友们,他们特意定制了一个云盾送给老舍与胡杰青, 希望他们的婚恋像这盾牌一样坚固。 1931年的夏天,老舍与胡杰青正式举行了婚礼。 胡杰青是从小爱学画的,所以他对色彩上讲就,婚纱穿白的。 举行婚礼完了以后换下的衣服还是白色的旗袍,不穿大红大绿。 婚后一个月,胡杰青随老舍来到了齐鲁大学。 他们在校门外的南新街54号租了一所小房子。 屋子虽然很简单,却是他们自己的第一个家园。 家庭的幸福催着老舍在文学道路上走向了第一次辉煌。 到1937年11月为止,他在山东的七年写出了《离婚》、《路透翔子》、 《我这一辈子》等大量筷子人口的小说。 1933年9月,大女儿出生了。 这个时期因为有了家,生活非常安定,而且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又连续生了三个孩子。 因为你想一个没有家的人和一个贫穷的人, 或者说是非常孤独的人,突然有了一个很温暖的家, 他非常的满意。 1937年七七事变,国家危难,青岛的局势非常严峻。 老舍一家人从青岛迁往济南齐鲁大学校园内居住, 这时校园内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 面临就要成为王国奴的现实,老舍忧心如焚。 他每天非常苦恼, 因为他是绝对不愿意做王公奴的人, 也绝对不愿意被日本人扶落去。 但是呢,孩子都非常小, 你想大姐四岁,我两岁,小妹的话等于说是几个月, 甚至几十天,就是带不走的呀,那兵花马乱, 带出去肯定必死无疑呀,怎么办。 胡杰青深深了解丈夫的心思, 他极力说服老舍一个人去大后方, 自己留下来照顾孩子。 临行前,老舍望着胡杰青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流下了眼泪。 我父亲走,我都还挺有印象的, 他临着一个小箱子, 他穿了一个长袍,用失业了,穿了一个棉袍, 结果我们呢,就围着他的腿,拽着他, 好像不让他走。 但是后来他还是, 然后葫芦葫芦摸摸我们的头, 那最后走。 老舍爬上火车窗户, 寄进了最后一列离开济南的火车前往武汉, 投入到了大后方的抗日队伍中去。 胡杰青带着三个孩子, 被困在济南整整一年, 把三个幼子从战火中保护下来。 以后又转到北平, 在日本人占领下, 度过了长达六年的艰苦岁月。 当时我母亲为了抚养我们三个人, 她在那个师大女妇中, 就现在的那个西城的匹材互动, 在那教书, 她用教书的这个, 挣着一点微薄的一些薪金嘛, 来抚养我们。 当时我奶奶还存在呢, 所以我母亲的这一点是, 她也是非常坚强。 她对我父亲这种, 这种举动她非常理解, 非常支持。 这期间, 老舍从武汉前往重庆, 她以高涨的热情, 以笔带枪, 积极活动在抗日宣传的队伍中。 由于老舍在后方的名气太大, 远在北平的胡杰青一家四口, 只能隐姓埋名地生活着。 善乱使几个孩子常常挨饿, 而老舍只能以书信表达她的思念。 所以当时她写了很多的散文, 她说她一到晚上就在想念我们, 想念我们究竟, 究竟我母亲是怎么来抚养这三个孩子的, 他们都吃什么喝什么, 他们白天都是怎么过的。 眼看三个孩子面对饿死的威胁, 加上对老舍的思念, 胡杰青暗中决定要去重庆与老舍团聚, 她开始了周密的准备。 1943年9月的一天, 胡杰青和奶妈带着三个孩子, 及大大小小十三件行李, 突然离开了北平。 她先乘火车赶往江苏徐州, 再雇用三辆人力车载着家眷, 绕道安徽博州前往河南开封, 然后徒步穿越黄泛区来到河南洛阳, 再改成火车到甘肃添水后, 搭上去四川重庆的汽车, 胡杰青一路历尽种种艰辛。 所以她这一段是英雄制的人物, 你想她一个营肉妇女, 又是高级知识分子, 一届书生, 这么复杂的路线, 这么多个活小孩, 这么多个死刑里, 而且要穿过那么艰险的关口。 每一个关口都要检查, 就是搜身,怕你带什么东西, 另外呢,就把所有的行列全打开叫做检查, 这些捆行的打行都是我母亲, 就那么大的大的行列, 它很快就给打起来了, 或者很快就解开了。 她就是咬着牙挺过来, 她实际上表现了极其坚强。 胡杰青形成2700多公里, 终于带着三个孩子安全抵达重庆, 趋指算来整整51天, 六年没有见过面的一家人, 再团聚时亦是今非昔比。 到重庆北陪的时候, 她到这个自己组织拐杖, 走一段路到公路上去等我们, 我就发现她特别老, 因为有六年没有见她的面, 发现她特别老, 腰也直不起来, 自己的身子的重量煮在这个手杖上, 面黄鸡瘦。 她非常高兴, 好像是感情很激动。 另外呢, 就看见我们, 跟我们形容, 说饥饿的猴, 来了一群饥饿的猴, 就是可想而知我们什么样子。 在重庆的北陪, 他们开始重新营造自己的家。 性格内向不是张扬的胡杰青, 只字不提在沦陷区所受的委屈。 老舍对妻子所受的那些苦难, 到死都蒙在鼓里。 后来, 四女儿降生, 两个孩子上了中学, 生活变得更加拮据, 全靠胡杰青独自一人来料理。 这时, 老舍根据胡杰青讲述的北平新闻, 开始动手写作《四世同堂》。 大后方的这两年日子, 虽然过得清贫, 家里却经常充满了欢声笑语。 1945年8月15号, 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2月, 老舍应美国政府的邀请, 和曹宇一起访美讲学。 刚刚团聚两年的家庭, 再次分离。 没想到这次分别, 竟又是三年半之久。 这一去, 抚养和教育孩子的重任, 再度落到了胡杰青的肩上。 远在美国的老舍除奖学以外, 还完成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并被译成了英文。 1949年11月, 老舍应周恩来的邀请, 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乡北平。 很快, 他就被新政权任命为 北京市文联主席等各项职务, 并以高涨的热情, 投入到了文艺管理工作之中。 1950年初, 全家人再次团聚。 那么他可以到前面火车站去接我们, 又是他来接我们。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50了。 但是他这个50呢, 从现在这个标准来看, 就现在非常老。 药也拖了, 这个路也走不好, 因为他刚刚开过道, 在美国得了一个职业病, 就是这个坐骨神经痛, 没止好, 没止好, 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回到北京, 结束了多年的动荡生活, 老舍和胡杰青终于有机会 按照自己的意愿, 安置一个安稳的家了。 他们用两百匹白布, 买下了在东城区灯市口西街, 丰富活动19号的一个小院。 一家人在院子里种下了两棵柿子树, 每到秋季, 树上挤满了鲜亮的果实, 因此得名单式小院。 就心情就是豁然开朗, 自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院子, 因为以前包括济南, 都都是租的, 重庆也是借的, 从来没有过自己的院子, 这个不仅是自己院子, 而且在北京啊, 自己老家啊, 那一切都回来了, 那个心情是绝对不一样的, 她非常爱这个家。 都是我母亲, 大理这个家, 怎么布置啊, 该修哪儿啊, 该怎么装饰啊, 该买哪些摆设啊, 那基本上都是我母亲来操作。 我父亲呢就是, 等于全心一意的吧, 一心一意的, 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写作上。 老舍与胡杰青在这个小院里, 度过了后半生中最幸福的16年时光。 老舍虽然很忙, 但他总是回家来吃饭修行。 胡杰青应老舍要求, 没有再出去工作, 操设完家务之后, 又重拾画笔, 开始了后半生的绘画生涯。 正是有了对绘画的钟爱, 才是他能够度过老舍离开以后的那些不眠之。 突然这个他这个才华就得到了一个着力点, 就变得很棒。 这齐老人和这个余飞翰就非常夸奖他, 觉得这个人是有才华的。 虽然你看他这40岁以后, 才开始学画, 但是呢, 技术非常大, 而且这个画得非常棒。 除了写作和绘画以外, 老舍和胡杰青另一大兴趣就是养花, 特别是酷爱菊花。 秋天, 院子里菊花盛开, 老舍就会在家里举办一个花展, 请朋友来对酒赏菊, 其乐融融。 十多年过去了, 孩子们也渐渐长大成人, 老舍在妻子和孩子们的笑声中, 迎来了自己创作的大丰收。 他最杰出的两部画剧, 龙须沟和茶馆, 诞生了, 尤其是1957年的茶馆, 使他攀登上了戏剧创作上的高峰。 同年, 胡杰青成了中国画院的院士, 成为职业画家。 可是不久, 老舍的创作却跌入了低谷。 进入到60年代以后, 他的数量, 就是创作的数量, 直线下降, 一直降到零。 就是文化大革命, 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他就吐血, 吐血以后住在北京医院里。 当时我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止住了, 我就问他身体怎么样了, 他说已经好了。 因为他抽烟, 等于抽了一辈子的烟。 但是因为这次吐血, 那大夫说你不应该再抽烟了, 所以他就不抽烟。 我还跟我父亲说, 我说你就偷偷地抽一支吧, 我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他就摇头,摇头。 后来他又问, 他说你们现在搞运动嘛, 文化大革命嘛。 当时我在高等学校里教书嘛。 他说怎么样, 我就跟他说学校里的情况怎么样, 他就不吭声。 1966年5月, 老舍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早有预感。 8月23号, 刚出院的老舍拖着带病的身体去上班。 这一天, 一些学生预定在城咸街的孔庙焚烧京剧西装, 还要拉文化系统的官员去现场批斗。 看着自己的同事被当场点名, 老舍主动站了出来要和那些人讲理, 没想到他遭到了批斗和殴打。 他受了很大的群, 他就把那牌子摘下来, 摔了, 这就不得了。 最后就是来集中地殴打他了, 打得头破血流, 也许有些好人吧, 把那个西装的那个白水袖扯下来, 给他系在头上。 那个血液从水袖里面渗透出来。 有一些人呢, 看到老舍先生受了这么大的罪了, 就打电话给市委, 叫市委市政府出来干预这件事。 最后市副市长王昆仑先生也到了, 到了以后, 进不去这个泉里头, 只能远远地看着火在烧, 这些艺术家在受鼓打。 接着, 老舍又被当独带回文脸和派出所, 再次遭到其他红卫兵的独打。 年迈的老舍被轮番独打到深夜, 直到奄奄一息, 这时胡杰青闻讯赶来。 当胡杰青接到通知的时候, 去看他的时候, 把他放在一张桌子上平放, 不行了, 是。 毕竟见到了一个亲人呢, 两个人拥抱, 这个, 当着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就出来吧, 出来街上没, 不可能用车送他吧, 街上已经, 已经夜深人静了,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两三了, 那么爸爸坐在上头, 他就蹲在那个, 前的那个脚踏板那个地方, 两个人挤回家, 挤回家以后实际上两个人谈了很久, 到妈妈一直到死, 没有透露这个心情, 估计两个人有很, 很深的生死之谈。 深夜, 胡杰青把夹在老舍肉丝里的布条, 一根根挑出来, 再用盐水轻轻地清洗伤口, 老舍疼得额上流着汗水, 胡杰青的脸上躺着泪水, 他们进行了一夜的长谈, 这是他们夫妻间最后一次谈话, 谈话的内容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说你不要因为我是你做的, 自己受到伤害, 你赶快去上你的班, 我不会有问题, 你相信我不会有问题, 那实际上他等于把他赶走了, 骗走了。 他一出门他紧急着就走了, 他走出的时候呢, 路过这个西屋的门口, 他一个北屋出来, 路过去他把小孙女招出来, 向他告别。 我相信他这个在想, 向全体人, 向全体读者, 向全体孩子, 向全体的后辈, 在告别, 说最后一句话。 他说的那跟茶馆的那个词一门一样, 就是跟爷爷说再见。 糟了, 话跟爷爷说再见。 爷爷, 再见。 老舍走出丰盛胡同九号院门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全家人四处寻找, 胡杰青焦急万分。 屋里坐不住, 你在家里也坐不住了, 还不如出去到街上去, 到各处去, 看看有没有老舍, 第二天早上他就满街地走, 那个时候胡杰青的状态是什么呢, 是一种漠然的, 毫无目的的, 到处去找去, 他的心情就说是非常非常出的一种恐惧跟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 一天一夜过去了, 二十五号清晨, 人们在德胜门窝口外太平湖后湖中, 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在老舍选择自杀这个方式离开之前, 似乎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这条路。 那个时候用一张席子把它裹起来, 身上已经被晒干了, 因为是八月焦痒, 浑身都是伤痕, 脸是浮重的。 老舍的作品中, 四世同堂里的老大, 茶馆里的王掌柜, 都选择了同样的结束命运的方式。 老舍在一九四三年的一篇描写诗人的文章中, 也有相同的户喊。 说平常这诗人呢, 是这个不秀篇幅, 这个衣着不成, 行为古怪, 让人不可理解。 比如说人家高兴的时候, 他说丧气话, 人家很悲哀的时候, 他高兴, 手足舞蹈, 非常反常, 跟人不一样。 他后代有一句话特别重要, 但是, 当民族遭受重大的祸患的时候, 他写了六个字, 诗人, 投水, 殉难, 身健, 就是用自己的身体, 用自己的结局, 去告示天下。 1966年8月24号, 老舍在太平湖边, 整整坐了一天, 几乎没有动过, 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 天下起了蒙蒙细雨, 儿子书姿陪陪着父亲的尸体, 坐在太平湖岸, 天上没有星星和月亮, 书姿脸上流下的不只是雨水, 还是泪水。 后半夜, 胡杰青喊着老舍的名字, 朝湖边一脚高一脚低地走来。 深夜, 书姿和胡杰青母子, 把投湖死去的父亲, 送到了八宝山。 送走了老舍以后, 由于不让留骨灰, 胡杰青空着手, 麻木地行走在黑夜里,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 一直走回东城的家, 跨越了半个北京城, 跨越了一个世纪的黑暗。 那一夜是绝对是凄凉的痛苦的。 他走到家的时候已经匿名了。 你想那么一个老人, 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走那么长的距离, 而且在那么悲伤的情况下, 那是绝对了不起的。 绝对了不起的。 自从老舍去世后, 胡杰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肩默不语, 像一个患了失与症的地理。 后来, 他再次拿起画笔, 把农作物作为题材, 终日作画。 他描绘饱满的骨碎, 挥洒丰富的色彩, 他不停地在纸和颜料之间, 描绘着对老舍的思念, 从绘画中, 度过了那等不堪回首, 日日夜夜。 他坚强地活了下来, 并一步步走出了漫长的沉默。